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单个的文件就不行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了数据库 就目前的数据库市场来说主要分成两类 一类是Cycle类型的数据库 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Non-Cycle的数据库 那么这次我们就分别选取两个 一个是CycleLite 3 它是Python内置的一个轻量级的开源的一个数据库 那么第二个我们来展示一下MongoDB 它是一个Non-Cycle数据库 我们通过这两个数据库的简单的使用 想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如何来连接使用 和增删改查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首先说到Cycle我想没有人不知道 那么它是一个通用的数据库语言 通过它可以来建立数据表 增加修改删除查询我们所需要的数据 它采用的语言我们叫Cycle语言 它的语言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种我们称之为DDL 也就是数据定义语言 通过这种语言我们可以来处理用户 数据库 数据表 以及确定表之间的关系等等 第二类是DML 我们称之为数据操作语言 我们就是传统所说的四驾马车 增删改查 CycleLite3 我们提到过它是Python内置的一个数据库 它的数据文件我们在外面看起来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文件 它的后缀DB 但是对于Cycle引擎来说呢 它却是一个关系数据库 尽管它的重量级确实不如 MyCycle Oracle等等 这些大型的专业的数据库 功能那么强大 但是呢 对于我们普通的外博应用来说 是已经足够的了 所以说目前呢 在浏览器智能手机和其他的一些智能应用当中 都会把CycleLite 作为一个嵌入式的数据库来使用 在CycleLite当中 它有几个对象特别重要 首先是连接对象 我们叫connection对象 然后是游标对象 连接对象是通过Python的CycleLite3的引擎 的connect语句 来连接到本地硬盘当中的一个DB文件 或者呢 我们可以直接连接到一个内存 这里面有个关键字 叫memory 注意 里面要加上两个冒号 意思是告诉CycleLite引擎 我们现在连接的是一个内存数据库 顾名思义 内存数据库只在内存当中出现 如果关机或推出程序 那么这个数据库里面的数据就会丢失 所以说在我们平常的练习当中 我们可以使用memory 这个内存数据库进行练习 那么在它的游标对象当中呢 可以执行很多很多的操作 比如说所有的Cycle语句都需要通过 游标对象的Execute方法来执行 如果要执行多条Cycle语句 我们需要使用ExecuteMany的方法 如果我们查询的结果拿到了 我们可以使用Fetch 那么Fetch呢也有几个 一个是Fetch1 只取其中的一条记录 一个是FetchMany 取很多记录 另外一个就是Fetch2 对我们来说 一般应用我们建议大家使用Fetch2 也就是说我们从数据库里面 获取特定的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 比如说Cycle语句的方式来进行限定 然后呢 渠道的数据都是满足我们需要的 这些数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CircleLite3的例子 注意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同样采用了Fetch这个类 来生成一些虚假的模拟数据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通过CircleLite3的Connect方法 我们连接到了一个内存数据库 它返回一个对象 我们称之为Connect对象 然后呢 这个Connect对象呢 可以通过一个Cursor 这样的一个方法 生成一个游标对象 我们把它命名叫C 然后呢 这个游标 就可以执行单条的Circle语句 这条Circle语句 就是我们一个通用的很简单的一个 创建数据表的一个命令 CreateTable 然后我们建立一个表 表的名字叫User 表里面的字段呢有两条 第一条是ID 我们给它的长度是20个字符长度 注意它的类型我们采用VAR 那就是可变字符 并且我们指定这个User的ID字段 是它的Primary Key 是它的主件 第二个字段是Name 我们也是给了一个20个字节的长度 好 我们通过这条Circle语句 我们创建了一个数据库表User 下面我们要往这个数据表当中插入数据 这里面我们采用一个Full循环 往里面插入了10条数据 插入数据的Circle语句很简单 就是inset intoUser这个数据库表 哪两个字段呢ID和Name 注意这里面我们同样使用了slot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字符串 个式化方法 这里面有两个slot 两个槽位 所以说Bomata后面 我有两个变量 第一个是i 我们就认为从0到9 生成了这样10条数据 每条数据里面我随机的生成一个 虚拟的假的一个FakeName 那么这些语句执行完之后 如果成功 那么数据库表里面就会有10条数据 那我们如何来验证呢 我们再执行一个selectSing fromUser 这是一个查询语句 就是把我刚才插入到数据表当中的10条数据 再给查询出来打印 注意这里面我们就使用了fetchAll的方法 获取全部的数据 打印的结果就是如图所示 它是从0到9 注意 这是一个圆组构成的一个列表 也就是说 fetchAll方法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的内容是由圆组构成 这里面我们的圆组很简单 只有两个 就是ID和Name 如果你增加 它还是一个圆组 那么从这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的名字都是中文的假名 我们这些数据可以用于我们的测试和调试 说完circle数据库 我们再来看一下non-circle数据库 non-circle数据库呢 我们就是常说的 就是非关系数据库 有的人呢也把它叫做not only circle 怎么说都可以 它表示的就是说 随着这种circle语句的发展 circle关系数据库呢 变得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强大 但是随着web的发展 关系数据库的限制性呢 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说这些non-circle数据库 重新的进入我们的视野 当前non-circle数据库 用的最多的就是 k-value存储的 列存储的 和文档存储的等等 那么对于circle和non-circle数据库 到底谁好谁不好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要关注它们各自的特点 和使用的场景 这张表呢 展现了目前主要的non-circle数据库 这些non-circle数据库呢 很多 这里面列出了六个分类 分别是列存储类 文档存储类 k-value存储类 图存储类 以对象存储类 还有xml数据库的这种类型 那么不同的数据库类型 那么对不同的应用 具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优势 这里面我们主要简单介绍一下 mongodb 那么它是一个文档数据库 它采用的方式是 利用类似json的数据格式 json我们知道 就类似python里面的字典 采用k-value的方式进行数据存储 不过它采用的不是json 而是类似json的bthon 作为数据的模型结构 那么当我们使用mongodb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掌握任何的circle语言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面向对象的方式 按照json格式的方式 进行存取 好下面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注意mongodb呢 它本身是一个专业的数据库 它并不存在于python里面 所以说我们要首先下载 好mongodb更且进行正确的配置 那么mongodb单独安装运行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在python里面安装pymongodb 这样的一个mongodb的数据库引擎 这个引擎装在完毕 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的mongodb这样的一个类 来创建一个连接 这个连接指向本机或远程的mongodb数据库 当然mongodb数据库需要正确的 授权 那么一旦连接之后 我们就获取了一个连接 通过连接我们可以获取 我们所需要操作的数据库表 注意这个数据库表 并不是真的数据库表 而是我们采用类似的一种说法 因为它不是一个circle数据库 我们把它叫做set 可以把它理解是一个集合 那么如何使用这个数据呢 我们来看一下 要插入数据 我们可以使用inset 注意inset里面的就是我们看起来非常熟悉的字典格式 它是由key value构成 比如说name冒号张3 age18 通过这种建置对构成的字典 直接插入到数据库当中 在这些语句当中 没有任何circle语句 除了增加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update 修改 如果我们在修改的时候呢 也是通过传进去一个字典 注意在字典里面 首先第一个字段 我们说第一个key value是name张3 就是先找到这个张3的这个记录 然后注意我们用字典这个key 是一个字不揣 叫set 前面加了个dollar 那么这个dollar符号呢 表示的就是mongodb里面的一个操作符 就告诉它这是一个命令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字符串 set的值 那么就是一个字典嵌套 那么告诉它 请修改name为张3的 这个字典下的age等于20 把原来18岁改成20岁 这种操作就是完全是基于字典的 如果我们要查询 我们可以用find的方法 find的方法可以找到所有的满足条件的 这样的结果 如果我们要找到其中的一个 我们就可以find1 来获取满足条件的第一条记录 如果我们要想删除记录 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记录 那么找到的方式 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通过直接把key value传进去 进行匹配和删除 另外一种就是先找到这个字典对应的ID 然后删除ID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remove删除所有的记录 在mongoDB里面我们还支持一些条件查询 比如说大于小于等于 那么在mongoDB里面 它都是通过一个dollar符号 加一个缩写来表示大于 比如说gt就是great大于 那么加个dollar符号 那么这个dollargt作为一个字典的件 作为它的一个key存在 然后修改对应的值就可以了 好 关于mongoDB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